咽下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备战巴黎奥运会 按照赛程的安排 中国女排将会在7月29号 打响奥运会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 对战的对手是美国女排 从小组的对手可以看到 中国女排要分别迎战美国女排 法国女排以及塞尔维亚女排 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想要确保打进八强 实际上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并不是前面两场比赛 而是最后一场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按照日程的安排 中国女排第三场小组赛 将会在8月4号的晚上23点进行 对战的球队是老对手塞尔维亚女排 到时候CCTV5也会直播 这一场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堪称是中国女排的生死大战 之所以这么说 主要有两点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塞尔维亚女排 是名副其实的世锦赛冠军 实力非常强大 过往也曾经夺得过世界第一的排名 虽然近两年她们的整体表现 比不上意大利女排 以及土耳其女排这些对手 但是烂船还有三金铁 况且塞尔维亚女排整体的实力并不弱 本届奥运会 她们依旧有实力站上领奖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想要打败厉害的对手是非常不简单的 一不小心 有可能就会输掉比赛 另外一方面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之所以要把这场生死大战给拿下来 是因为这一次面对的对手都非常强大 首先首场比赛面对美国女排 中国女排并没有一定的把握可以打败对手 第二个对手 法国女排是东道主 她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也有可能给予中国女排制造非常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中国女排没有足够的信心 打败前面两个对手 拿到两连胜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努力在最后一场比赛 大比分打败塞尔维亚女排 才可以保住进入八强的门票 因为按照巴黎奥运会的规则 只有取得小组前二成绩的球队 或者取得所有小组排名第三名 成绩最好的两个球队 才能进入淘汰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必须保底拿到一场3比0的胜利 才能争取拿到成绩最好的第三名 进而夺得八强的门票 所以如果不能打败美国女排 以及法国女排 就必须争取3比0 打败塞尔维亚女排 中国女排才不至于小组赛淘汰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一场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是中国女排的生死大战 必须把握好 当然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中国女排可以接连打败美国女排 以及3比0打败东道主法国女排 最后一场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就会显得轻松多了 因此关键还是要看中国女排 接下来在前面两场小组赛的发挥 到底会怎么样 球迷当然期待中国女排 可以在前面两场比赛取得佳绩 后面的压力就会比较小 就能以更加轻松的心态 迎接淘汰赛的其他对手